第四百三十集 书哲的儿子名字叫书凡 是书行给起的 杨如新又在书家待了几天 经历了凡儿的喜三 看着孩子和大人都彻底稳定了下来 这才再次告辞离开 当然在喜三礼上 也见到了书唱和他的相公习慕 顾清衡竟然跟习慕相谈甚欢 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这样书家人就更高兴了 接下来也就没在黄花县逗留 而是直奔了云门山 进入了十一月 天气也变得寒冷了起来 好在他们一直都在江南地区活动 倒是也感觉不太寒冷 云门山按地理位置来说 应该是江北地区 所以大家一路向北 天气也就越来越冷 只能在赶路的时候 不断地增加衣物了 两天之后就到达了云门山的山脚下 一般的门派都能在山脚下看见山门 但是这里却根本看不见 只看到眼前的一片林子 林子后面一座山 当然就在林子跟前还有一座亭子 是可以遮阳遮雨坐着休息的 如果不是亭子旁边立着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云门山三个字 就算过来都不一定能认出来的 师父 这林子看着挺茂密的 连路都看不见 这怎么过去啊 杨如新看着眼前的林子 这林子里的树种还挺杂的 有黑松 有沙枣树 还有已经含苞待放的梅树 当然也有一种他不认识的树种 而这个林子就是云门派的第一道大门 或者说是进入云门山的屏障 只有破解了大门阵法的人才能进去 我叫过你五星八卦 你进去试试看哪 道须子跟明光毅然抱着一个酒葫芦 正靠着亭子里一口花生米 一口酒的喝呢 可是我连个皮毛都没削好呀 杨如新皱起了眉 万一我出不来怎么办 哎呀 你怎么就那么没信心呢 道须子瞪起了眼 不就是个八卦阵吗 有什么难的 杨如新撇了撇嘴 你说的简单 万一有机关 我还不得死在里面吗 八卦取向歌 会背吧 道须子看杨如新不动 苦奈了 会 杨如新点了点头 找着那个早就行了 不去 杨如新却再次摇头 大不了不进去了 我不当这个掌门好了 反正我也不稀罕 我才不会拿自己不精通的事儿去冒险呢 我惜命着呢 你 杨如新一屁股坐在亭子里 自己掏了一把枣子出来 分给大家一起嚼了起来 哎呀 我孵了你了 道须子被气乐了 只能起身 我带着你进去 这还差不多 杨如新开心了 再给我一壶酒 道须子 却将空了的酒葫芦伸了过来 明光跟着 也将酒葫芦里的酒 一下子倒进了嘴里 然后也伸了过来 进去再说 杨如新一摊手 哎呀 现在先给点 道须子皱起了眉 先给点 明光也跟着雪蛇 不给 杨如新双手还凶 什么时候进去了 什么时候再过来换酒 你 道须子想瞪眼 却发现有些底气不足 最后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那走吧 说吧 转身朝着林子里飞去 飞上啊 要是跟丢了 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顾青行笑了笑 直接抱着杨如新纵身 就跟了上去 后面的人自然也不甘示弱 那林子在外面看着 似乎树与树之间很紧密 但是真的进来了 却发现其实坚具还是很大的 而这里的每棵树都是按照八卦的方位栽种的 不过组合起来的阵法倒是真不难 前三连鲜鲜垩 前三连鲜六段 离中须砍中满 道须子一边在林子里鱼回穿越 一边嘴里念叨着 离三砍气 中央事武 开始,顾清衡还是跟着道虚子的脚步走 但是慢慢的,就不那么紧跟了 因为树干上刻着八卦的符号 只要跟着那八卦取向歌里的顺序来走 要出去,很容易的 当然,杨如新也再次动用了自己的超能力 果然,顺着走就能避开里面的机关和陷阱了 心里有底之后,杨如新和顾清衡也就不着急了 反而按照自己总结出来的路线走,似乎反而更近 在道虚子出了林子的同时,他们也出来了 哎,你们怎么走得这么快啊 道虚子瞪起了眼 你轻功没我好呗 顾清衡无辜的摊了摊手 道虚子撇撇嘴,背着手往里走 可是刚走两步又退回来 将酒葫芦递到了杨如新的跟前 杨如新只能让顾桥将随身带的大葫芦拿了出来 给这两个家伙的小葫芦里都灌满了酒 为了掩人耳目 这个大葫芦里的酒是他在同城买的 但是却换成了空间的酒 虽然大家都很奇怪 为什么杨如新买的酒就比别人买的好喝呢 可是却也没有人会来质疑 毕竟有的喝就好 管那么多做什么 反正这个丫头神奇怪异了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杨如新也就是因为身边人的信任 所以才会不那么顾忌 否则他打死也不敢这么做的 师父就这么简单的阵法 根本就拦不住别人吧 杨如新回头看了眼那林子 你说了阵法简单呢 道虚子白了杨如新一眼 这阵法不过就是个摆设罢了 真正厉害的是里面的毒气 毒气 杨如新皱眉 难道是里面的那些野花的香味 不错 竟然发现了 道虚子乐了 对花香很淡 一般人可是察觉不到的 但是毒性却很厉害 如果没有本门特有的解毒完 进去就晕了 那花蕊里会寄生一种会飞的小虫子 一旦人晕了 就会围笼过来吸血 不用一刻重 人就见阎王去咯 杨如新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果然够狠 其实他也没察觉 是因为进入林子之后 小绿显得有些兴奋 他就知道林子里有剧毒之物 那前辈 我们为什么没中毒呀 采琴奇怪的问了一句 你们天天跟着你们主子 吃我的药丸子 难道是白吃的 小虫子白了采琴一眼 采琴顿时暗自庆幸了一下 之前他就知道 杨如新身边的人都会定期有 陪本雇员的药丸子服用 而他是没有的 当时他也是不屑一顾 后来他想通了 表明了心计之后 才得到了一颗 而从属地出来的时候 又得了一颗 却原来是这么的厉害 杨如新当没看见 采琴眼里的震惊和感激 反正机会给他了 以后再作死 也没人拦着了 原本以为过了八卦镇 就算是进入教派了 结果前面竟然还有一个水塘 想要进去就必须要穿过这个池塘 池塘很大 周围都是断崖 根本就没路可以绕 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水面上穿过去 这么宽的水塘 你能飞过去吗 杨如新看了眼 顾清衡 还没等顾清衡开口 就看见一个身影 嗖的就飞上了水面 不是别人 正是明光 在这些人里 明光的功夫是最好的 但是中间 要建立一次 所以 就跟他到了中间的位置 脚点了一下水面 然后 就在此时 就听见嗖嗖的声音响起 原本平静的水面之上 忽然就射出了一片的暗器 杨如新愣是没看清楚 射出来的是什么 只见一片荧光闪过 不由的惊呼了一声 小心 明光显然也被吓了一跳 奇盲嗖的就斜着蹿了出去 然后又点了一下水面 结果 又触发了一波暗器 害得老头 就在水面上来回乱窜 好在他的功夫好 速度快 每次都能闲闲的 避开那些暗器 几个起落之后 终于返回了岸边 不好玩 明光使劲的摆了摆手 谁让你玩了 道虚子摆了明光一眼 瞎捣乱 里边去 明光也不恼 真的抱着酒葫芦 里边扎巴嘴去了 道虚子看了眼杨如新 然后指了指壶面 别找我 我过不去 我家相国也过不去 杨如新急忙摆摆手 道虚子叹了口气 唉 这里的机关也是能破解的 说着 指了一下水面 杨如新走到水边 往下看去 果然 在岸边的水下不远处 有一个石盘 道虚子用脚 踹了一下岸边的一块石头 那水面下的石盘 就缓缓地升了上来 上面是一个九宫格 每个格子上都有图案 其实就是一个拼图 将打乱的九个格子 调整顺序 就会形成一幅完整的画 那样机关就会关闭 并且会出现道路 必须要用最少的步数完成 才能成功 道虚子提醒了一句 那要是不能呢 不能的话 那么就会换图案 直到达到要求才能进去 不过 每十二个时辰 只有三次机会 我说师父 这要进出一趟 这也太难了吧 杨如新皱起了眉 只要是本派弟子 这石盘上所有的图案 都是学过的 道虚子摊了摊手 好吧 杨如新点头 走到了石盘跟前 扫了眼之后 扭头看向了道虚子 这是云门心经里的图案 虽然是问句 语气却是很肯定的 不错呀 竟然看出来了 道虚子笑了 云门心经 是云门派的入门心法 只要是本门弟子都要休息的 所以我说不难吧 果真不难 杨如新说着 推动石盘上的九宫阁 将图案拼好 果然 当最后一块石片归位之后 就听见空隆的响声 然后石盘重新沉入水下 而那水潭下面 却升起了一根根的石柱 那石柱的顶端 高出水面大概半尺左右 但是却能供人通行了 道虚子一马当仙地 跳上了石柱 朝着对面而去 顾清衡将杨如新抱在怀里 脚尖点地 嗖的就飞了起来 中间的石柱上 点了两下之后 就已到了对岸了 恭迎师村 恭迎掌门 几个人的脚刚踏上岸边 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出现了十几名白衣弟子 安息跪在地上 为首的正是 之前见过的大师兄 云游 后面还跟着云起 喝云青 道虚子 理都没理他们 自己溜溜答答地 往里面走去 杨如新一看 急忙抬抬手 起来吧 住人急忙站了起来 扫门 里面请 云游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杨如新微微汗手 往里面走去 转过了一道弯 前面豁然开朗 到处都是七花一草 空气中 弥漫着不知名的淡淡香气 穿过了花田 前面就是一座石头牌坊 上面刻着云门派三个字 牌坊后面是一片的建筑群 云游一边走 一边介绍派里的情况 咱们这里有房舍一百多件 有弟子一百二十名 目前在云门山里有二十四名 其余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处分点 主要是搜集各种珍稀药材 或者是探查各种疑难杂症 然后送回本派 菜游人收集整理 研究各种诊疗方法 杨如新不由的心里肃然起敬 为什么云门派的人 能被称为神医 并不是闭门造车就能出神医的 而是不断地在各种实践中 磨练出的神医 掌门 这里的温度比外面高很多 你们刚进来 就暂时先沐浴休息一下 师尊说了 午饭之后 就举行掌门接任仪式 啊 这么敢 杨如新皱起了眉 师尊说了 没那么多繁文乳企 扫举行完了 扫完事 云游的嘴角也抽了抽 然后说你们还有回村呢 那行吧 杨如新点了点头 那就辛苦云游师兄了 沐浴更衣之后 换了单衣 整个人舒服多了 云门派的饭食很简单 都是自给自足的食材 虽然烹饪手艺一般 但是盛在食材天然 口感还是不错的 饭后的掌门接任仪式 恐怕是杨如新知道的 所有门派里最简单的了 道须子将掌门需要的令牌 印章 钥匙什么的 一股脑的塞给了杨如新之后 就带他去了宗祠 给里面供奉的天玄帝皇两位老人磕了头 又将掌门指环 带在了杨如新的手指上 就宣布杨如新成为云门派第三代掌门 然后就完事了 杨如新一头黑线 这也太草率了吧 而且那指环对他来说 这也太大了 只能用绳子穿了 挂在脖子上了 好在云游还是很负责的 起码将弟子们都介绍了一遍 还提供了所有弟子的名单 以及分散在外面的地点 另外还有一些要集 其中就有这些年 云门派搜集到的所有病症 和研究出来的对应的方子 这可谓十分的珍贵 老虚子想让杨如新给做吃的 杨如新没搭理他 说是累了 其实是因为这老头不靠谱 而懒得搭理他 弄得老头子也没办法 只能拉着明光去水边钓鱼 然后自己烤了来解馋 可惜怎么烤 都没那丫头烤得好吃 掌门 这里是咱们平时练功的广场 后面那个大厅 平时掌门要是宣布个什么事儿 就会召集弟子们在这边集合 云青是个小画楼 一路上嘴就不闲着 那边的一片是弟子们住宿的地方 那边是药房 那边是藏书楼 这后面是掌门住的地方 书围所有土地都是药田 但凡能栽种的草药 咱们这里都种的 啊 这里环境可真不错 杨如新感叹了一句 住在这里肯定会长寿的 那当然了 云青很兴奋的点了点头 也就是掌门来的时间短 那后面还有很大的温泉呢 后山那里有时候冬天会下雪 泡在温泉里看下雪 那感觉真的超级好 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 云青的脸却红了 掌门 那里 以前派里没有女掌门 所以 不过你放心 大师兄说了 过几天就让人家后面的温泉改造一下 单独将其中一个泉眼给圈起来 这样等以后掌门回来 就能放心的单独泡了 好啊 那就谢谢你们了 云门山的日子 过得其实挺自在的 两天的时间 杨如新就将这里所有地方都逛了一遍 小绿夫妇 还有小黑夫妇 再加上一个被从空间里放出来的小白 很快就将整座云门山给控制了 整个山上 飞的 跑的 游的 爬的 都被收拾得 服服帖帖的 当然这期间 顾清衡还是带着杨如新去后山泡了个温泉 还是鸳鸯玉 据说那天晚上 修得星星月亮都不肯露头了呢 然而 掌阳子的来信 打断了这份美好的日子 出什么事儿了 杨如新看着顾清衡的眉头皱得跟什么似的 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顾清衡直接将信交给了杨如新 信是朝廷发来的 确切地说是太子写来的 内容很简单 那就是让他速速赶赴安南 原因就是 云王被擒 齐景云被抓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这样 那南部边境的百姓 就将沦为王国奴 杨如新不由地想起了之前 燕门城的惨状 而且 齐景云的功夫能力都是上乘的 竟然还是被抓了 那么对方该是有多恐怖 星儿 顾清衡的心情也很沉重 我不能陪你回去了 原本还想在家里过年 可是现在 你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杨如新没让他继续愧疚下去 以保家为国 我是支持你的 只是 你在冲锋县镇的时候 得想想 我在等着你 然后 也顾不得会不会暴露了 将空间里的各种药 一股脑的全拿了出来 需要什么 缺什么 一定要通知我 放心吧 我要跟你白头到老 我会轻易让自己死去的 嗯 杨如新心里 再多不舍 也无法表达出来 小黑很快 就返回了一趟家里 让之前留在家里的影六 影八 影十 直接出发赶赴安南 而顾清衡 将带着顾桥 从云门山 直接赶赴前线 今夜 杨如新的睡梦中 再次梦到了那三个娃娃 不过此时 那三个娃娃却没有在嬉闹 反而像是在等待她一样 看她过来 集体举着小手晃了晃 然后转身 排队跑远了 喂 你们别走啊 不要走啊 三个娃娃 却跟明天剑似的 排着队 跑远了 身影渐渐消失在 雾气之中 回来啊 杨如新急了 一急 就睁开了眼睛 却发现 天色大亮 身边还残留着 那个男人的气息 可是人却已经不在了 杨如新忽利口气 没有起身 反而趴在了 顾清航的枕头上 虽然心里酸涩地要命 却告诉自己 他是为了国家 为了百姓 可是脑子里 又忍不住蹦出一句话 会叫夫婿 密封喉 人 可真是一个 矛盾体 曾经坠迷的竟然是自己 从笔落黄泉生命 到陌路挤着瞬息 亲手相遇 最难继续 愿此间山有木稀 情有一座夜 星辰恰似你 生无双亿 却心有一点 灵性 愿世间全球雨天地 眼中唯有一个 你哭了悲喜 都始终静止 淋漓 愿此间山有木稀 情有一座夜 海角皆随你 终然回忆 才被了不如归去 愿世间全球雨天地 眼中唯有一个 你哭了悲喜 都始终静止淋漓 你我经历到如此静止淋漓 你我经历到如此静止淋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